大家可能知道這個氣勢比較大一點 好 請幫盈瑄 謝謝謝盈瑄 來為大家分享這麼多的新奇 以及最重要的是幫我們宣達一下 這個愛心定存的概念 感謝愛心定存 第一個反應就是先要把所有該感謝的人 好好地寫完 然後等寫完之後你才有心情 真的有一種 好 可以落地休息的感覺 那幾天都還處在一個 欸 我到底做了什麼的一種心情 然後 那你下午還可以報復嗎 就是第一個開場結束 因為他要做的事情比較多 嗯 因為 呃 前面介紹詞跟後面唱歌跳舞 其實是不一樣的腦袋 嗯 所以 呃 那個時候是真的比較一級不長 所以是下台之後你有 真的有哭嗎 就是下台我好像就直接抱著 抱著 抱著 對 對 就先哭了 對 就是這樣然後你就會眼淚擦 你就把情緒整理好再下一段這樣 就是一邊快換然後一邊 一邊 一邊哭 對 可是那不是生氣了 是終於 我 因為開場其實很重要 在一個典禮裡面 所有的主持前輩都有講過 其實他跟舞台劇也一樣 就是你開高就走高 嗯 所以 那個東西到底他那個毛有沒有定下來 嗯 嗯 那其實我必須講 呃 當天現場的所有的 嗯 所有的嘉賓其實都很忙 嗯 因為第一句話其實他們就 就 你可以感覺到他們心是跟你在一起的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他們也有幫我安下了很多的交流 那你有沒有暗裝 比如說 暗裝跟一些好朋友說 我在講什麼時候你要很嗨 沒有 沒有 完全沒有暗裝這樣子 沒有 為什麼會有暗裝 就是有些人會 也不是說所有的朋友都能入圍啊 我問你 那你聽到他入圍 比如說秋森就說 欸到哪裡了 誰敢抓他 你暗裝啊 趕快喔 嚇死了 難講喔 而且提到他名字的時候 你都很怕就是 但是 又罵人這樣 沒有啦 因為他 他坐在下面跟你跟他對戲這件事情 你還是是不一樣的 嗯 對 你今天是一個 呃 呃 不是主持人 就是你是一個賽地的人 然後邀請所有的嘉賓一起來嘛 就你有點像那個東道主那樣子 嗯 那你因為一開始是有唱歌 哪個唱歌算是你的最大的很大的突破 那是誰說服你說好厲害的 就是 那個 整個活動 整個活動 對 大家在鼓吹 對 那 當然就是 傳哥 哈哈 傳哥 主辦方也是非常的覺得說 喔OK啊 對 然後金馬那邊 對 只有會 也並不阻止 哈哈哈哈 我覺得他們心臟很大 可是因為很多人說 其實你以前台劇都很唱 對 沒有沒有 我就只有那麼一次 就是十一年前的那一次 試過 然後試完了之後我就覺得 欸 好像 先不要 哈哈哈哈 先在表演方面把自己先處理好 因為 你在舞台上 呃 演到一半唱歌 其實是 也是不一樣的事情 嗯 因為從台詞跳到 進入旋律 然後 他的發聲的位置 對我來講其實不一樣 對 所以這算是突破一個心目了嗎 也算 牌又踩到一半後悔說 欸我當初為什麼要答應 有 有 哈哈哈哈 應該一直在 不斷糾結吧 到正式上場前 對 然後 看到了一些 呃 頒獎嘉賓的名單啦 什麼的 就會越想說 為什麼 哈哈哈哈 就是 對 都越來越大咖 然後 對對對 那像那個 呃 珍寶瑩應該有給很多意見吧 因為您有 其實也不敢問太多 沒有 就是有 當然有 有 就是你問到一個點之後 你就會知道 你不能再往下問 嗯 對 因為那個都已經是到了非常非常專業的地方 可是 嗯 比方說 他 他會告訴你的事 是你的心要怎麼樣穩定 嗯 然後或者是 嗯 在服裝上面 他也有告訴你說 嗯 他 會用 衣服來調配每一段的氛圍 嗯 嗯 他對他來講 那是換一個 一個beat 或換一個part的那一種方式 嗯 就是衣服 然後 感謝花那麼錢 因為衣服也是很重要 對 因為他也有曾經發過一個文 他說說 嗯 以前會覺得重點是我主持好就好嘛 穿什麼東西不重要 可是他後來 嗯 就是今年的金鐘 他就有講說說 沒有衣服也是他是為主持人的一部分 嗯 嗯 這件事情就是對我有蠻大的幫助 然後在我們一些片段的部分 其實我也有讓他來看過討論的樣子 那沒有 得到最大 得到最大的收穫除了衣服之外 就是那 他是怎麼這樣先要先穩定 他就說你要相信你的反對 嗯 因為其實 呃 以前啊就會覺得說 啊完蛋了我會做不好 嗯 可是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想法是 呃 因為這次 金馬其實你真的進去之後 你就會發現 哇後面其實很多人 嗯 對 那你信心有找回來的嘛 就是以前的時候會覺得卻步啊 嗯 現在有沒有主持完之後覺得 嗯 好像可以主持個其他 呵呵呵 我覺得是還沒到這個程度啦 對 就是 因為這次主持就是很多人幫忙 嗯 所以之後 然後 要去主持人家那個真的是 都 前輩們是靠實力的 就是現場什麼狀況 他都有辦法處理的 嗯 像剛剛的那個 限制反應 對對對 投影機 那個 焦哥馬上就可以反應出來了 嗯 所以說那個限制反應啊 就是你在那個表演之後那一段 我們就大家好評還蠻多 對啊 喔 那個真的 呃 因為剛好可能那個就是 是舞台上的表演 所以那個 可能就跟自己以前一開始 跟舞台經驗有關 嗯 然後就在我 已經坐到位置上的時候 就有工作人員跟我說 林軒那個 導演已經入座了 這樣子 然後只剩下兩分鐘 就要開始直播 然後當下我心裡想說 Oh my God 就是 因為 那個詞 我其實準備很久 嗯 你會很怕那個腦袋就走過去 然後後面你可能 呃 要處理 你要怎麼處理 你要怎麼講 你要怎麼圓 那後面的詞 你會不會就忘了 嗯 那 我不想要看題字集 嗯 所以 呃 那一刻我是自己有 有小小的驚慌了一下 對 嗯 看不出來 後來還是有麵包 對對對 但是因為你 因為前面的說法就是說 喔等一下就會 現身的 兩位導演 但你其實要怎麼樣去 呃 轉那個詞 當下就是 有時候要緊張一下 它不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但 就是會有個課證這樣子 對對對 那你幹嘛就是開心 就說 YES 就是 從中完成了 然後發洩一下這樣 沒有就哭啊 哭 哭也不能哭太久 因為等一下 因為你妝就不能花掉了 然後等一下也要整理好心情 因為下一段 就要開始了 喔就是整個結束之後 跟哪結束 喔沒有我超感恩的 對 就是我 原本他們預計我結束之後 是會報復 嗯 但是其實結束之後 就要去參加酒會了 嗯 但 總覺得好像 主持這個身分 要至少要到 結束到 酒會晚 嗯 嗯 其實才真的把你的工作卸下 嗯 那你這幾天就都在家嗎 先別生了 對 這幾天 嗯 還是不要出來被偷開 哈哈哈哈 欸我可以講 我就 哈哈哈哈 有時候先不要好了 一直在跟 就是你的不時無法的生活這樣子 哈哈 其實那天是 那天就是因為 就是藍不到技很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說實話也不是說 一天到晚在搭捷運 就是 就是藍不到 對啊 哈哈哈 就老實講 就是這樣 因為在家裡有關心一些心目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我跟妳講 不是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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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有時候真的只是你在寫東西 寫一寫 然後想說 這是什麼東西 因為是一個好奇怪的 一個畫面 哈哈哈哈 蛤 我跟妳沒看過 這是怎麼會 然後就進去 想說 是什麼 然後就 喔 OK好 然後就退出來繼續寫自己的事情 然後接下來就是收到公司的訊息 那時候就說 哎呀 哈哈 哈哈 我說 對 喔 所以那天是 那我就想說 OK 好 哈哈 所以現在開始比較注意 比如說出門的時候 我想說 有沒有人在看 你開始會注意這件事 是也不會 是也不會啦 就覺得說 嗯 因為可能 就是這段時間過了 嗯 對啊 開始拍片之後 也不可能 每天 這樣講 這樣 對 還是出門到Losso 都要 稍微好好的打扮一下 也 是不用啦 哈哈 對對對 因為秋生哥就是 拿了影帝 然後他就是 先前就有訪問的時候 就有說 他很想要跟你再演一部長的戲 嗯 特別點燃你這樣 嗯 然後他就是 有沒有在酒會上跟你講什麼啊 這樣 我覺得 呃 他也可能是因為 就是這邊認識的演員 也 也不多 但 我還蠻希望能夠跟他 有其他不一樣的合作 對 當然 遇到好的演員 你一定會想要從他身上 在學到 或看他不一樣的角色 他會怎麼去處理 嗯 對 那如果 約你去開餐的時候 可以嗎 你說那個那個 節目 齁齁齁齁 是不會不行啊 那我覺得我 可能 因為這件事情 就會被他罵到半半 哈哈哈哈 就是也不會煮 然後 他很在意食材 或什麼的 或 每一個處理東西的程序 對 那你覺得你明年會不會有比那個金馬 主持金馬更刺激的事 可以公布 有 比主持金馬更刺激 安心的事應該就是聯合拳 要帶 有 有 更刺激的 可能是結婚吧 之類的 結婚 很不小心 不會吧 但 如果有這個機會的話 欸 試試看也不錯 但我沒有對下 不要來幹 我沒有對下 喂 要一起 再來 哈哈 啊 哈哈 哈哈 那機票是兩號要填哪裡了嗎 對機票 欸 我們一起去 哈哈 我當然是想要挑最貴的地方 那也最貴啊 覺得我幫你去嘛 南極啊 南極最貴 不要再 南極那個就不是你去了 然後去要幹嘛啦 他不上次就已經跟他講南極 對啊 你去要幹嘛 要去一個 因為我最近朋友 就是有一個劇場沒有人在法國 哦 我一直在想說到底要不要去法國一場 對 但又覺得 呃 只能去一下下 其實有點浪費錢 嗯 可是你去哪裡都是只能去一下下啊 因為要開拍的事情 對啊 對啦 嗯 所以你是想說這樣子 但因為之前如果去歐洲的話 就是可以去久一點 嗯 嗯 你不能再存一下 那時候再倒一下這樣 應該是可以啦 我想他應該人是不會到那個 哈哈哈哈 現實用的 嗯 群群都不會被飛燈 對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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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會有讀者通告 哈哈哈哈 讀者通告 是真的沒有那麼 哈哈哈哈 嚇死人 嗯 嗯 不然你就是 包包上綁著那些兔子 結果他偷拍你 你就至少還是有拿出來 就有人 嚇死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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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就是經歷過這些 就是像金馬獎這樣結束 沒有那麼 怕跟 人群 就是接觸人群 嗯 嗯 有比較解開這個心房嗎 有 有 應該 有啦 有啦 嗯 我覺得那是一種 心理上的大要緊 嗯 而且我覺得因為那個 英文單字有一個 完全大要緊 哎唷 完全耶 就是直接 直接說 哇天啊 音樂怎麼那麼真實 這樣 哈哈 但也真的 我從來變跌倒又起來了 就是沒事沒事 對 對 對 現在走得很好 走滑路 哈哈哈哈 欸你現在是從頭到尾在質問 我謝謝你 你在做 對對對 跟心理學姐一樣的事情 不是 是在救援 對 就是 這一個 接近 接近一個多月裡面 是有瞬間 成長了不少 嗯 嗯 但所以真的會一直講說 我很感恩 就真的覺得感恩 嗯 因為當下就是覺得說完蛋了 要被罵翻了 嗯 為什麼 喔你說你講那個 對對對 想不到 是一個粉絲爆棚的一瞬間 但真的有 有謝謝學姐在那一刻的神救援 嗯 嗯 不然我自己是 轉不過來 哈哈 那天 就是走紅毯的時候 遇到那個 那個 那個算是卡道嗎 還是 那時候有覺得 因為他那件禮服 他必須 他就是那麼漂亮 他撐起來是裡面有很多層沙嘛 那 那紅毯就是 他的毛會吃住那個沙 所以你就一邊 一邊走 他就一層一層一層 他就把它往後拉了 喔喔喔 所以你就會稍稍有一點踩到 喔喔 但就是 對啦 就 人生嘛 嗯 反正我這次都在發生這種 人生啊 就算了這樣子 就那一刻 對 就覺得 沒有跌倒 能夠往下走 就已經很不錯了 對 對 或是圈子整天掉下來 也是這樣 喔喔喔 對 那如果金鐘獎 早就主持的話 OK 我真的覺得 就是 就是 感謝大家的信任 嗯 但有時候也不要太信 哈哈哈哈 因為我自己都沒那麼信 嗯 好好演戲 是 是 截至目前為止 是覺得說說 嗯 那種 假如是可以剪接的東西 玩一下是可以 對 但是那種 現場要直播到 那樣子的 然後要 這麼盛大隆重的 的 的 大型典禮的話 欸 我覺得先挑戰到這就可以了 我43歲 滿足 現在 對對 對 哈哈哈哈 那結束之後還要繼續 就是 讓自己 吃很多嗎 還是就 有 我其實 因為 那個時候就是很多事情要 要處理嘛 所以你有時候可能不小心會 辣了一餐 問你晚吃的 嗯 我現在就是一直維持在三餐一定要正常 然後 就是盡量增加澱粉類的食物 嗯 對 所以你有變胖嗎 嗯 有啦 嗯 會持續的 會持續的 你有預計要胖嗎 我覺得看起來 要是不要 是你們每次看到我 就說 你們就瘦了 對 嗯 我是希望能夠看到我的時候說 欸 變胖了 就是有精神 變胖了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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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眼乖 不是 你真的 哈哈 謝謝 謝謝 你好好 有沒有 真的有 你的臉有膨起來 有膨起來對不對 有原蛋白 就完全感覺到這陣子有吃好睡 對 是真的 吃不好睡不好都看得出來 對 所以明年可能就要開始競競 欸 對 應該是 應該是明年吧 應該是明年吧 嗯 嗯 劇集跟電影都懂 哦 嗯 有 今天忙到過年 就是 今年嗎 對 其實忙到過年 會 因為其實 就是 十九號之前的事情 其實都 往後放了 嗯 所以 現在就是要把 這些事情全部都 都工作結束 嗯 然後就要開始進入 那個 一些 潛質啊 討論 嗯 那像今年 是很豐收的一年啊 所以就是 給家人啊 朋友 工作夥伴的 那個 紅包 會大包一點嗎 會 而且捐的錢 也會捐的比較多 哦 因為這個 真的 我是蠻相信 嗯 就你給出去的 呃 最終他會用另外一種方式回來 嗯 對 像的循環 對 呵呵呵 完結了 嗯 哦 那 在工作上 做的工作感情就 先 先 暫時 沒有 盛起自然 唉 也不 也只能這樣 對 你不能在那邊等一個人出現 你只能一直往前走 然後 走到一個 階段 那個人會不會出現 就 就 就看 嗯 對 可是不會介意那個人 隨時出現 呵呵呵 是吧 我現在看見每一個攝影鏡頭 隨時出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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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現有機會散婚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哦 對 然後等著過了五年 你問同樣的問題 對 他在那邊講說 唉 剛才事情都要爆炸了 對 然後現在超台 對 還有可能 還有可能 對 然後那個 推進去推給你的事情 對 還有可能 哈哈哈哈哈哈 什麼事情都有可能 對 好了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